开心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一逼一张 愉快的春节假期就是冒一溜烟的过去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是想王婆比较多 还是想小小比较多呢 那还要说 大家肯定是想我王婆多一点啦 估摸着小小智慧 还在忙着找对象呢吧 所以这期节目就顺理成章的 由我来为大家主持啦 最近这个副辞子孝的名场面 特别盛行 经常在网上冲浪的小伙伴们 想必这名场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当然啦 普通的父子温情电影坡是肯定不会给大家推荐的 所以这期节目会依旧是不负众望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讲述 13岁青少年与自己的班主任相恋后 一炮儿红到百国喜剧电影爸爸的好儿子 我们的男主叫点柱 是一个年纪小小说话屌屌的13岁中学生 当孩子们还沉浸在撒尿和泥巴的快乐中时 他就已经打上了自己外人迷班主任的主意 铁柱的班主任金莲 那是相当迷人 迷人到什么总度呢 连这么小的孩子见到他都是 微微斗表示尊敬 铁柱一看到班主任金莲就忍不住骚话边偏 金莲听了这些虎狼之子就非常气愤 于是就把铁柱留堂了一个月放学不许回家 然而被留堂的铁柱却丝毫不知悔改 还翘着二郎腿吊儿郎当的坐在教室里 嘴里一直嘟囔着又都没动 可是呢金莲也不是善茬 对付像铁柱这样的问题学生也是很有自己的一套 金莲放下头发 慢悠悠的朝着铁柱走来 铁柱一看这哪还把折得住 跟着金莲就进了他的办公室 旁边的同学已是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从这一号铁柱和金莲就一发不可收拾 事情到了之后 在当日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老师为学生私下补生物课的事情就上了头版头条 等于铁柱还是未成年 金莲就被告上了法庭 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掉了下巴 金莲他竟然挺着大肚子 他他他他怀孕了 我个气娘了 铁柱可真厉害呀 小小年纪你就跟 金莲理所当然的获得了30年牢狱大礼包 由于铁柱还未成年 孩子在一起交给铁柱的爸爸抚养 直到铁柱18岁以后再交还抚养权 就这样 这件事情让铁柱一夜成名 之后在媒体的炒作下 他参加各种杂志拍摄电视节目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 也让铁柱赚得是盆满 多满 可要于年纪太小 铁柱还不太懂得理财 所有赚到的钱都让他灰过光了 俗话说的好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一转眼 小铁柱已经变成了大铁柱 而且已经过了气 再加上奢侈物度 现在的铁柱只有那辆 除了喇叭不响 他哪都会想的跑车 有一小时候不好上学不懂睡法 铁柱如今还欠了4300美刀的税款 如果一周之内嫁不上 铁柱就要去监狱 跟金莲会活了 铁柱默默自己比脸还干净的裤刀 默默流泪 铁柱当律师告诉他还有一些生机 看到没 如果这个胖子彭瓦拉松得了第一名 配率是1比8000 你就可以遭上市一款免去老运之灾 由于变客后 铁柱依然决认到 讨出他仅有的20元买胖子银 为了保守起见 铁柱找到自己之前的经纪人 对他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灾火一把 仅仅轻勉一笑 你有没有搞错大佬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现在的出场费充其量 也就值一碗麻辣汤的钱 你还不够给王铺投币的呢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如果你可以带着你的儿子 去监狱探望你的老师 说不定就能上微博热搜 好色女教师 25年后和儿子在监狱重聚 多好的标题 你肯定能再回一把 失证之后就给你5万块钱的报酬 你好好考虑考虑 铁柱一听 那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 于是就决定去找自己的儿子 可是铁柱那个时候年轻气盛 有了钱就整天闹葡萄美酒 一夜光杯 抱着美女床上催 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儿子的感受 儿子也是很父子子孝 离家出走多年 他更敏感性 对外人声称自己是个孤儿 父母在一场爆炸中死掉了 于是他改名姓蔡 貌比徐宫美 父内有钱宽 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 象当当的名字 蔡美富 哦不 是蔡公钱 这个名字可能霍多多的 少少少 多多少 有点针对 在这里呢 我们就暂且写称他为钢蛋吧 钢蛋现在妥妥的就是一名成功人士 不但是也有成 还有一个漂亮的未婚妻 我们就叫他贼拉漂亮吧 二人准备在周末举行婚礼 钢蛋的老板十分器重他 就把自己众多别墅的遗座 给他们小两口做新房 婚礼前期 贼拉漂亮把他的家人全接了过来 除了贼父贼母 贼漂亮还有一个当兵的弟弟 贼弟弟 这天 钢蛋还有贼漂亮一家人 在别墅商量婚礼的流程 却发现铁柱找上了门 钢蛋避之不及 只好硬着头皮 跟媳妇一家人谎称 这是他的好朋友 一顿毫无默契可言的解释过后 贼父贼母就盛情邀请铁柱在这里住下 一起参加钢蛋的婚礼 此时的钢蛋看着这情形 气不达一出来 他责怪父亲铁柱小时候 根本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他费尽心思的更名改姓 就是想摆脱铁柱开始新的生活 可铁柱他还是阴魂不散的找上门来 铁柱也觉得非常的内疚 他现在能做的 只能是不在儿子的订婚宴上丢脸 可过期明星好歹也是明星 订婚宴上有人一眼就忍住了铁柱 这个13岁时睡了自己老是而成名的男人 马上成为party的焦点 铁柱毕竟之前 也是有过纸醉金迷生活的人 轻而易举刀就让party变得火热了起来 甚至还打起了棒球 婚礼越来越近了 大家来到教堂参加婚礼的盘列 当神父问到感恩父母的环节时 钢大尔的回答却让神父相当不满 他说我父亲死了 而且死得好死得妙 死得呱呱叫 神父说不管你的父亲从小怎么对你 在教堂这个神圣的地方 你都应该放下仇恨 钢大尔分量不听 他还说神父你有口臭 神父说那行 竟然口臭敢话本 那行 既然圣地敢话不了你 那就让我用物理疗法敢话你吧 欢迎外洛就把钢大尔拖出去 暴打了一顿 哦忘了告诉大家 神父他之前是拳击大赛的冠军 而且还是泰森的师父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铁柱一个酒瓶子撂倒了神父 钢大尔这才躲过了一劫 这可气坏了贼拉漂亮一家 铁柱见形势不容乐观 连王沃钢弹打掩护 说是钢大尔小时候 在教堂见到了父母的尸体 所以一进教堂就会 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这么一来贼拉漂亮一家 非但没有怪责钢大尔 反而是心疼起来 这次事件过后 钢大尔也对铁柱的看法 有了一丝丝的改变 婚期越来越近了 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钢大尔在结婚之前 有一个单身party 这可是铁柱的强项 铁柱的脑子里 已经浮现出了 好多种单身之夜的计划 可是钢大尔的同事 却说已经安排好了 到了晚上 钢大尔安排大家去做大宝剑 铁柱一听 哦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那走吧 可到了一看 这还真是大宝剑啊 敷面膜 做足疗 把火罐 三件套 从铁柱的手势 我们不难看车 铁柱对这种上流社会的娱乐活动 表示非常的鄙视 这也叫单身party 我还不如回家 看看来观人的电影解说呢 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铁柱也在今晚和儿子相处后 渐渐适应了这个 一夫一友的角色 他带着钢大尔四处玩耍 还教会了钢大尔骑自行车 为了弥补钢大尔童年的缺失和迟到的父爱 铁柱带着钢大尔在这一晚 做了好多疯狂的事 父子俩的关系逐渐缓和 重归于好 钢大尔也不再讨厌铁柱 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所以决定去监狱看他 铁柱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惊失策 他现在已经不想因为利用儿子来赚钱了 可等铁柱追到监狱 一个麦克风从天而降 电视台的纸片人早就等在了现场 得知真相的钢大尔真是失望透顶 原来铁柱是利用自己来监狱 为的就是想让他再次爆红 父子俩的关系再次决裂 铁柱决定离开这里 可是这个时候 铁柱听到贼拉漂亮和钢大尔的上司打电话 大概意思就是 好像是自己的儿子钢大尔被绿了 可是贼漂亮解释说 只是跟上司谈工作 铁柱觉得是自己误会了儿子的闻婚期 于是晚上就打算去找贼漂亮道个劝 迅速着让他顺带帮自己在钢大面前说两句好话 可是找人道歉得送礼物呀 买礼物就得花钱 可是如果他有钱的话 他也就不会闹这一出了呀 就在这时 天外传来一个声音 买东西送朋友上拼多多呀 拼多多的百亿补贴不到 让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老便宜了 比如你送女神一个雅诗蓝带的眼霜 只要你在拼多多上搜索23310 找到这个眼霜 你就会惊奇的发现 它的补贴价格只有219块钱 相比某宝上的同款价格 520元足足相差了300块钱 300块钱呀 你再买一瓶送给他不好吗 那问题就来了 那么便宜不会是假的吧 诶 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活动 商品承诺 假一赔十 而且还有正品验双重保险 你要是真买到假货 你就发财了兄弟 要知道百亿补贴活动 参与商品可都是大品牌 比如什么海兰之谜 阿迪达斯 苹果 小米等 应有尽有 百分之百都是正品 再比如你想换个最新的iPhone12手机 只需要打开 拼桌桌 搜索关键词 23310 点击进入按钮 就可以进入活动 转属页面 或者点击视频 左下角链接 进入百亿补贴活动 然后你就会惊奇的发现 是的 你没有看错 iPhone12居然力减800元 领券补贴后的价格 只有5499元 相比某东的 6299元 足足便宜了 800元 还在等什么 给我买它 铁柱一听 这感情好呀 现在就问问这妹子 她想要什么 可是还没敲门 就听见里面 嗯嗯 啊 从而见不得人的声音 铁柱翻窗来到房间 竟然看到了 嘴漂亮 正在和自己的亲弟弟 打得火热 不光如此 嘴漂亮还是个老海王 和钢蛋的老板 还有点啥不正当的关系 要不然老板 能对钢蛋这么好吗 铁柱心想 哎呀 这都是报应啊 自己浪荡了半生 儿子却被绿成了草原 明天就是婚礼了 为了不让事情败了 嘴漂亮就花大价钱 给铁柱了一张5万块的支票 作为封口费 想让铁柱闭嘴 回到家后的铁柱 撕钱 想后 本可以用这些钱来填补自己 税务上的空缺 可是她想了想 自己这辈子 没有玩钢蛋付出过什么 于是她决定放弃这张支票 宁愿自己去坐牢 也不能让儿子再这么绿下去 于是她借了好友的车 两个人一路没命的奔赴婚礼现场 就当婚礼准备要宣读誓词 交换戒指的时候 铁柱及时赶到 当这吉拉漂亮的面撕碎了支票 把真相公之于众 铁柱这个时候 终于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爱 也承认了两人的父子关系 父子俩重归于好 虽然铁柱的婚礼被破坏了 但是她也找到了真正属于她的人 电影的最后 铁柱因为下场马拉松比赛 胖子意外躲得了比赛的冠军 铁柱也赢得了巨额的奖金 免受牢狱之灾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喜剧电影笑点很多 虽然影片充满了各种 没接三无下线的内容 可是 就是因为这个 王婆我才喜欢看了呀 哎呦开个玩笑 我才不是因为这个电影没接套才看的 我当然是 被铁柱和刚大的父子情深 这种戏码所感动的好吗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 有想看其他类型电影的小伙伴们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朋友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你们安语 这无敌超级可爱的王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